欢迎来到米亚要好好读书 我们致力于为您解读丰富多彩的好书 努力成为全网收录图书最全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度量世界》 中国的历史上 秦始皇曾经统一过度量衡 大英帝国殖民全球的期间 也曾经在殖民地之间统一过英制度量衡 但像我们今天这样 在全球范围内 大家都用同一套度量衡的情况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这就像是所有国家的人都说同一种语言一样 简直不可思议 那么这种情况是怎么发生的呢 又是谁统一了全球的度量衡呢 想回答这个问题 必须要回到历史中去 以前度量衡的产生是一件非常随便的事 大多来自身边常见的事物 而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比如英语中表示 英尺和脚就是同一个单次foot 因为之前英尺指的就是脚长 而埃塞俄比亚人用来计量药品的就更奇怪了 叫一耳朵眼 类似这样千奇百怪的度量衡 在以前那是随处可见 就像是方言一样 不同地区叫法五花八门 甚至同一片地区描述同一个东西用的度量衡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但这样的度量衡显然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实施 以及贸易等多方面的发展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自然也和语言一样 需要去制定一个度量衡方面的统一标准 比如大家都用国王的脚长 这样就解决了国内度量衡统一的问题 但这种统一显然需要依靠政府强制执行 在国际上推广怎么可能呢 没有一个组织可以强迫 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听他的 当年在大英帝国最巅峰的时期 也仅仅是在自己的殖民地范围内推行他的度量衡 那么怎么办呢 18世纪的法国人给出了一个看似完美的答案 也就是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公质度量衡 我们今天用的米、千克等等单位 就是从那时候发明出来的 当然到了今天 这些单位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 今天的称呼也不叫公质度量衡 而是国际单位制 但无论如何公质度量衡在当时都是一个 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 说它完美是因为它解决了听谁的这一大难题 法国大革命期间 革命党推翻了封建统治 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度量衡 来统一国内的各种制度 促进经济发展 如果革命党还和以前一样 根据某个人去制定一套度量衡 那么其实还是和原来的皇帝没什么区别 所以 为了破除封建制度的影响 新的度量衡必然是 也只能是建立在一个客观独立的事物上 因为只有这样 它才能够彻底独立于制度存在 也才能够反映自由 民主等大革命的核心思想 最终 法国科学家就找到了一个用大自然去定义 比如 米是用穿过巴黎的子五线胡长的一部分来定义 而千克 升等等 又根据米来制定 这样一来 这套全新的度量衡体系 就完全脱离了政治而独立存在 大家都听从于自然 这种方法让公制度量衡天然带有了公平的意味 但这个制度设计出来了 可并不意味着它立刻就能被全球接受 实际上 整个全球化统一的过程 一直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延续到今天 不过成果还是喜人的 现在只剩下三个国家还没有接受这套度量衡 他们是缅甸 利比利亚和一个超级大国 美国 没错 美国直到今天都还在使用沿袭自治民地时期的英制度量衡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这显然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影响就是 它会给国际交流带来很大的障碍 举个例子 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 美国运动员欧文斯获得了跳远金牌 报道的时候 有一位记者就提出了这样的疑惑 我们到底是要用8.06米 还是另一种说法8码2英尺呢 类似这样的度量衡问题在美国境内比比皆是 这么复杂的度量衡在国际交流的时候 当然会非常不方便 那为什么美国不和其他国家统一成一样的度量衡呢 这里要提一点背景 全球其他国家接纳公制度量衡虽然漫长 但最终接受就表明了这种制度有着实实在在的好处 它们之所以接纳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 比如为了统一国内混乱的度量衡 而法国正好推出了一个非常公平的方案 那么刚好可以使用 又比如有的国家为了加强国际竞争力而使用公制度量衡 是加入国际社会的前提条件 还有部分脱离了英国殖民地的国家 为了独立也选择了为此而生的公制度量衡 就这样 最终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 随着公制度量衡普及 剩下的国家就更有动力采用这个制度 自然就应该是在称重账量体系也做同样的改革了 无论是从统一的角度 还是脱离殖民地的角度来说 公制度量衡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但偏偏就是没有成功 为什么呢? 作者给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 这涉及领导意志的问题 在美国 当时大部分的政客们并不认为改制迫在眉睫 既然没有坏到不能用的程度 有必要修理吗? 前面我们提到过 度量衡在国内的推广要靠政治 美国是个联邦制的国家 政府想要统一度量衡 要得到各州的支持 但是南北战争之前的 美国中央政府并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所以大部分政客的否定 让这件事只能搁浅 那么 等中央政府拥有话语权的时候 这件事总该解决了吧? 并没有 因为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 美国政治更稳定了 经济也发展迅速 当时的美国总统门登霍尔再次提出了 推广公制度量衡的事 还签发了一个推广的命令 这下总可以推广了吧 但意外的是 公制度量衡遭到了制造业的强力抵制 原因很简单 因为工程师和制造商发现 不管工制多么高尚 改变度量衡就等于花钱 而且是花好多钱 想让整个美国都使用工制 就意味着完全抛弃老体系构建的工业基础设施 重新搞一套 几十年来 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有了一套又贵又复杂的工具系统 如果采用新的度量衡体系 农村地区使用的所有称杆都必须重新改过和重新调整 上万吨黄铜砝码 数量庞大的加仑 夸托 品特容器 各种良具 以及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测量尺和测量感都必须扔了 和更换度量衡带来的旨在理论上存在的好处相比 这样巨大的损失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而且更关键的是 这笔钱谁来出 所以 在搞实业的人看来 提工制的这些人就是纸上谈兵 根本搞不清楚这到底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更没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换取理论上的好处 于是 在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 反对工制剂量甚至成了大会的主要议题 一方面 出于领导意志 政客们觉得没必要改变 另一方面 应用度量衡的实业家们觉得所付出的成本实在太大 所以推进工制度量衡这件事就一拖再拖 但是美国人没有意识到 度量衡是底层工具 一开始就换了也还好说 随着社会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再要更改度量衡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代价只会越来越大 所以 改变度量衡也就越来越不可能 到了20世纪中期 除了科学家们 商人由于国际交流的需要开始采纳之外 政府层面就几乎听不到什么 谈论度量衡改革的声音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的话 全球统一度量衡这个前无古人的目标还是达成了 这当然是因为工制单位的统一 不需要政治强力 符合全球化的整体发展趋势 公制的统一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就是全人类都在使用一套更科学客观的度量衡 更多的人意识到客观精确不变这些属性 对于度量衡来说有多么重要 整个人类文明都会构建在一个更稳固的基础上 于是人类走上了探索绝对度量衡的道路 第二部分的开始 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科学家们走上了探索绝对度量衡体系的道路 开篇我们提到千克的定义跟普朗克长量挂钩 成为绝对度量衡 而原来定义千克的元气就此下岗 在此之前 橡米等等一系列单位都发生过这个转变 为什么呢 也许你会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追求更高的精度吗 绝对度量衡能够满足这一点 这个答案没有错 精度确实是科学家们考量的重点 但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 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 推动这件事情发生还有两个更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估计会让你有点意外 科学家们一直担心原来的标准可能会丢失 因为人类保存这些标准的方式 是把度量衡实体化 就是把来自于大自然的标准 制作成了人造的标准器具 人们称它为元气 有千克元气 米元气等等 为了维护这个标准 国际上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 来做这件事叫做国际计量局 他们维护这些元气 并根据它们来制作复制品 分发到世界各地 这样 各国在根据这样的复制品 去建立他们国家自己的度量衡 公制度量衡能在全球推广 就是因为有这个元气 但这一实体化的过程 虽然方便了全球推广 同样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就是假如一旦发生战乱 或者意外情况 这些元气和标准丢失 或者损坏了怎么办 这就像我们的计算机文件一样 平时保存的好好的 但是一旦发生硬盘损坏 这样的突发事件 文件是有可能丢失的 这一丢失不要紧 伴随的可能是几代人 努力的付诸东流 重新制作这么一份文件 可没那么容易 这个担心可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历史上 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1834年 工人们在英国上议院 焚烧东西的时候 不慎引燃了整栋建筑 而这栋楼里面 就存放着大英帝国的长度元气 马 核重量元气 棒 元气就这样损毁了 也许你会说 损毁了不要紧 我们不是根据元气制作了一批备份吗 就是那些分发给其他国家的实体复制品 我们为什么不能指定一个复制品作为元气 重新设定一下标准呢 那如果说实体化的复制品等同于计算机文件 这样做当然没问题 但实体的度量横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让科学家们很头疼的系统内误差 正因为如此 人们才不得不寻求绝对度量横 那什么叫系统内误差呢 我们拿米来举例 最开始在公制度量横里面 米的定义是穿过巴黎的子五线弧长的一部分 人们根据这一长度制作了一个实体的米元气 这过程听起来很正常吧 可是仔细想一想 会发现这个过程里面 有很多地方都会存在误差 首先 测量子五线弧长这件事就会有误差 因为地球本身就不是一个标准的原型 而且当时的技术 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测量出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值 只能是大概接近 其次 根据这样的直去制作米元气和复制品的过程中 受限于人造物品的制作工艺和材料 又会产生新的误差 这样误差的累加 会让复制品和标准长度的米之间 产生一个我们无法忽视的差值 而且由于我们是用子五线的弧长 制定出来的标准米 然后反过来用标准米去重新精密测量子五线弧长 这就相当于始终在一个圈圈内打转 我们并不知道 到底偏差到了哪里 系统内误差也就永远无法消除 听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 不能用复制品当作元气 是因为这样做 不仅不能复原标准度量横 而且可能会让误差越来越大 千克元气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1988年 当人们把国际千克元气和它的复制品之间拿来重新比对的时候 发现它们的重量差距达到了惊人的50微克 要知道 在药剂学领域 50微克已经足以影响药效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了 但是因为我们没法确定 究竟是它的复制品因为某种原因同时增重了 还是更有可能的 千克元气因为不明原因减少了50微克 又或者是两者同时发生了 这种在科学上的不确定 让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民 不知道自己到底收获了多少粮食 需要交税多少 自己还留下多少 更要命的是 科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事情 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构建于度量横之上 如果继续用这样的千克元气 那么以前所有的研究数据到底还能不能相信呢 所以度量横向着绝对度量横的转变 与其说是对于精度和确定性的更高追求 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实体化度量横的弊端 而不得不走的一条路 选择物理长量作为度量横的定义 就是因为它可以解决前数所有的问题 还是拿米来举例 比如 现在米的定义不再是子五线弧长的一部分 而是光在真空中 在2亿9989万2458分之一秒的时间间隔内 所进行的路程的长度 之所以这样定义 是因为在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里面 有一个重要的基础原理 也就光速不变原理 因为光的这种不变性 所以从源头上就避免了 类似于侧不准子五线弧长这样的误差 避免了误差的累加 从而保证了长度的精度和绝对性 再加上光是不会消失的 只要手头有合适的仪器 任何人在任何地点都可以获得长度标准 这样就保证了长度的永恒 所以听到这里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探索绝对度量横的意义 这不仅仅是科学上对于精度的更高追求 更是让人类的文明都建筑在一个永恒稳固的基础之上 有了这个基础参数 未来无论是否发生意外 甚至将来人类离开地球之后 都可以在宇宙的任何一个地方 获得同样的丝毫不差的度量横 文明也就可以以此为基础延续下去 绝对度量横刚刚诞生 它会给我们带来何种影响还不得而知 不过 度量横已经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变了 上一次的转变让整个世界 包括在此基础上 构建的世界观也跟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寻找一些启发 那第三部分我们就聊一聊 度量横这个构建了我们世界观的底层工具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以及它如何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公元前五世纪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格拉 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 人是万物的尺度 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 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意思是说 事物的存在是相对于人而言的 人的感觉怎样 事物就怎样 而这既是当时制定度量横的方法 也反映了那时候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所以这个时候 人们看待世界的底层逻辑是 人是完美的 世界就应该是人体的延伸 关于这个看法最有代表性的表达 是达芬奇的一幅名画维特鲁为人 话表达的意思是 人自身就是那个绝对的 完美的度量横 这认识也反映在建筑领域 作者提到 有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就是希腊著名的帕特农神殿 它的底座长225英尺 宽100英尺 这个长宽比 正好和希腊度量横中角的长宽比相当 让我们想象一下 人体完美地映射了宇宙和美学 而人类构造的世界 自然也应该反映出人体的这种完美 所以这样人 世界 宇宙就会处于一个完美的融合状态 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但很可惜 现实告诉我们 如果人类一直用这样的方式 认识世界 会严重制约社会和文明的发展 这里取一个数据你就明白了 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 从公元元年到19世纪初 整整1800年里面 人类的整个生产能力 也不过提升了1.5倍左右而已 而就在随后的短短200年里 生产力竟然爆炸式地增长了40倍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没错 这一切发生的基础 是影响了现代文明的工业革命 而工业革命的基础 就是全球统一的公质度量横 简单来说 因为公质度量横的推广 带来了全球化的共识 产品得以实现标准化生产 全球大规模制造生产体系 和大规模科学研发成为了可能 商品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流通 带动了全球经济和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且工质度量横 不仅创造了世界上的各种设施和环境 同时也创造了人们在其中的行为方式 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 比如现代大学的分科制度 现代公司组织方式 以及人类对于大到宇宙 小到原子的认识 都是受这个影响产生的 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让人们认识到 世界不再是和人体一一对应的事物 而是一个舞台 在舞台上出现的是可测量的物质 而物质在可测量的力的作用下 做着可测量的运动 这个新世界是可以计算的 并且具有普遍性 没有什么是特殊的和永恒的 世界始终处在变化之中 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无限放大的精度 反复测量 这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完美的世界吧 爆炸提升的生产力 更高的精度 全球化的共识 科学和社会飞速发展 文明节节拔高 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度量衡的转变而带来的 这不是很好吗 但作者提醒我们 事物都有两面性 这种世界观之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的问题 那就是过度信任 这个问题让度量衡从一个科学问题转变成了社会建制的问题 以前用身体作为度量衡的时候 理解起来非常容易 无论是用脚还是耳朵眼 每个人都有 用来干什么也都清清楚楚 但是公制度量衡发展了之后 度量衡定义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楚了 开始变得抽象 比如子五线长度的一部分 那是多长呢 类似这样的疑惑开始变多 所以虽然这样的度量衡会带来很多好处 但人们并没有办法对它建立直观的感受 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用的尺子 秤杆等等 而绝对度量衡就更不用说了 它的定义更是早就脱离了大众的认知 所以这时候呢 人们开始选择相信市面上出现的测量器具 不再去探究度量衡的意义和本质 直接拿来就用 这听起来也不坏 社会分工协作 让专业的科学家去制定标准 我们拿来使用就好了 这不是正好降低沟通成本吗 但问题就在于 测量器具有着它的局限性 这样无条件的信任 会因为不明白它的含义而被滥用 比如测量身高体重 这样明显可以被测量的东西时 这样的滥用影响不大 但如果测量的是 那些本来就没法精确测量的东西时 问题就很严重了 比如测量智力 有一部电影 相信你一定看过 就是阿甘正传 里面讲述的就是主人公因为小学的时候 做过一个智商测试 分数很低 而学校领导过于相信智商测试的结果 导致主人公差一点没能上学 实际上 如果懂得智商测试其实仅仅是一个参考值 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而实际上 这样的过度信任还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就是会让我们的关注点 从测量的目的转成了测量本身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古德哈特定律 就是当一个政策变成目标 它将不再是一个好的政策 一旦某个度量横被选定为一个特殊政策的目标 它会立刻失去它度量横的价值 举个例子 这就像是我们用运动手环去记录每天走路的步数 本来是为了提醒我们去锻炼身体保持健康 但一旦我们把一定的步数 比如一万步作为目标 那么它就不再具有原来的价值 而成为了引发我们焦虑或者竞争的源头 我们每天的注意力就不在健康上面 而变为如何走够这一万步 但假如我们清楚这项测量代表的意义时 我们就不会对它过度信任 它也就可以发挥本来的价值了 所以因为度量横的逐渐复杂化 我们对它的认识开始模糊 这不仅会带来滥用的问题 而且还会让度量横失去它原有的价值 了解度量横如何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不仅让我们对这个底层工具更加熟悉 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这让我们明白了 我们的世界观究竟怎样随着度量横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至于绝对度量横作为一个新星事物 它在将来究竟会如何进一步影响我们的世界观 还需要你我一起去思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米亚为你好好读的一本书 请您点击结尾的推荐 继续听我聊的下一本书